大家好 今天是1月15号2023年 能研经第240讲次 经文在卷期 457页的第7行 波南 云河名为世界颠倒 是有所有 分断万生 因此借力 非因所因 无住所住 迁留不住 因此事成 三世四方 和和相色 变化众生 成十二类 所以这里佛就说什么叫做世界颠倒呢 是有所有 就是说 这里的有指的是我们的无名 因为有了无名就有了所有 所就是执着在我们这个色身 就是自己 这个万心就是自己 分断万生 所以呢 有了这个色身之后 我们就分断的身是轮回 所以万生 这个生它是万的 它是无产的 因此借力 有了身体 那么就有了空间 所以呢 我们的界限就建立起来了 非因所因 无住所住 所以这个 就用 这里的因 那就是无名 这个无名本来不是我们的因 但是现在却成了我们的因 所以无住所住 那么就有了现在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它本来是没有的 无的 那现在就因为有了自己的无名 所以就有了这个世界 牵留不住 那么因为我们众生的生死轮回是不会停下来的 所以呢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指的就是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时间上面也就形成了 所以这里 三世 四方指的就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每一次里面都有四方 四个方向 东南 西北 所以那每一个方向都有三世 所以和和呢 它就变化 和和就有十二个 三四十二 那么里面就变化 也成了众生的十二类 所以 我们看这一段好像挺玄的 这里无住所住 本来世界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有了这个世界呢 就因为我们无名的一个万念就有了这个世界吗 所以我们这里就带进 现在 在量子力学里面所说的波函数坦缩上面来看 什么叫做波函数坦缩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不用东西来测量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物质 比如说粒子的时候 或者是电子的时候 那么 这个电子呢 它是同时 它是具有波的特性 还有粒子的特性 这个叫做波函数 但是我们一旦对它测量的时候 它就会坍缩成为粒子的特性 所以这叫做波函数坍缩 那波函数坍缩是什么导致的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这个经典的电子双缝实验 所以当我们上面这个 当我们像这个霞凤发射电子的时候 电子穿过霞凤 那么在屏幕上 它就会显现的是有干涉条纹的一个图形 所以它就有波的特性 所以呢 但是它里面也有粒子的特性 就是我们看不到 所以这个状态叫做波函数 它是混合的 叠加型的 下面呢 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探测器 就是 所以一个电子穿过霞凤 它落在屏幕上面的时候 因为落在这个探测器上面 到最后到屏幕上面的时候 那么它这些干涉条纹就会消失 这个叫做 它就形成一个粒子的特性 这个就叫做波函数坍缩 那么波函数坍缩到底是什么导致的呢 因为当电子一开始 它到达这个荧幕上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是坍缩前还是坍缩后 这个应该是坍缩前 它还没有形成粒子的特性 为什么呢 因为屏幕上面显示的结果这个信息 它还是要靠光子 通过空间 空间里面的光子 传递到我们的大脑 然后我们的大脑 经过处理 才会看到荧幕上面 这些粒子特性的这个结果 所以波函数坍缩 应该是我们的意识导致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的世界 就是我们的意识所形成的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经文上面 所以这个世界形成了之后 因动有声 这个动实际我们应该是了解成最原始的 那个万念的那个动 所以有了这个万念就有了动 那么因动有声 比如说外面有动静 一有动就有声音 比如说我们听到有能放鞭炮 那我们就有了万念就起了好奇心 就把头转过去了 因声有声 我们就看到了 哦是什么 原来是这个鞭炮 然后又看到有一些烟就生起来 音色有香 那么接着我们就闻到这个鞭炮 它的香味 它是有点烧焦的味 音香有醋 因为你闻到了 就是说因为你鼻子醋到了这个香味 音醋有味 所以你也大概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它是烟的味道 烧焦的味道 音味之法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件事情是有人去点难了这个鞭炮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当初万念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跟外层的六层就接触了 六乱万想 就是我们的六事 我们的 有六事就是因为我们六根接触了外面的六层 层夜信骨 所以攀六层的时候 里面有分别有自私的时候 有贪嗔痴 它就成了我们的业 那么十二就造业了 所以呢 十二区分指的就是十二类生 所有的这些友情众生 就在里面生死轮回 世故世间 生香未处 穷十二遍 唯一悬负 所以这个世间里面 外层 生香未处指的就是 色生香未处 六层 穷十二遍 也就是说 十二类的众生 都在六层里面打滚 在六层里面攀缘 所以呢 唯一悬负 就是同 都是为了六层 而生死轮回的 悬负就是轮回的意识 趁此轮转 颠倒相骨 是有世界 暖身 胎身 私身 化身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非有色 非无色 若非有色 若非无色 若非有想 若非无想 所以就在生死轮回里面 的像都是颠倒的 颠倒就是烦恼 不振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有了十二类生 十二类生里面 该开始第一到四 它是一组的 暖身 就是像 比如说鸟啊 这一类需要 它是需要自己的业力 还有父亲的业力 母亲的业力 还有温度 就是要去把它呼出来 所以它要具有四种源 胎身就是人啊 或是有一些大象啊 马这些 这些是只需要三种源 就是自己的业 再加上父亲的业 母亲的业 丝生 就是像米虫那一类的 它只需要自己的业 还有加上草丝 化身 指的就是 只需要自己的业力 比如说像蝉蛹 它脱壳就化成蝴蝶 有色 有色就是我们人肉眼 可以看得到的 无色 比如说像无色界的众生 它们其实是有色 只是我们人的肉眼 是看不到的 有想就是有思想 有心的众生 无想就是 它们是 有想的众生 它化成了水木 这个金土 所以它就变成了无想的众生 这里 非有色 非无色 指的就是有色 无色 然后非有想 非无想 指的就是 有想 无想 因为这是 当然是 印度一种 语言的形式 它们是这么 讲的 所以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